这绝对是张伟丽职业生涯里被揍得最惨的一场比赛 被对手数次击倒 头破血流 但却显向还生 张伟丽直接抓住机会开始她那狂暴般的攻势 直接用手机狂砸桑托斯38下 绝地大翻盘 这是上处在成长期的张伟丽 在国内比赛绝无仅有的一场惊险刺激的比赛 如今的张伟丽 亦登顶世界之巅 荣获女子草量级世界冠军的宝座 并在最近以绝对的实力 碾压对手成功未免冠军金腰带 张伟丽出生于河北邯郸 为了生活她当过军训教官 健身房教练 经过一段迷茫的日子 张伟丽发现她爱上了名为搏击的一项运动 她发誓用三年时间 在这个充满血腥和暴力的大舞台里杀出一条血路 时光飞逝 岁月如缩 张伟丽成功用自己的实际行动证明了自己 但成功的路上也不是一帆风顺的 2017年这场金腰带未免战 让张伟丽吃尽了苦头 对手是有着巴西黑寡妇之称的 马利利亚桑托斯 她不仅地面技术十分了得 其战力击打更加恐怖 以拼打而著称 而她这回来的目的也是十分明确 那就是亲手将张伟丽打进火葬场 比赛正式开始了 张伟丽一开局就用扫腿拍路 打算破坏对手重心 借此想掌握进攻节奏 但桑托斯也不是什么省油的灯 她开始利用自己身高臂展的巨大优势 使用连续的重拳持续 给到张伟丽巨大的压力 她多次击中张伟丽 好在张伟丽的腿要比对面的长 这样张伟丽能保持住攻击的节奏 桑托斯是少有的 能和张伟丽正面对抗的选手 爆发力很强 赛前还超重了 她最强的还不是她的巴西柔术 而是她的战力技术 确实有两下子 不要吃对对手的直线 对对手的直线 对对手的后手拳也威胁性比较大 对 对手还击的速度也很快 对张伟丽在进攻的时候 前手掉的有点低 真是这个臂展有很大优势 对 桑托斯开始多次进行攻击 打算一量取胜 但是张伟丽全部闪躲开来 但这个桑托斯抗击打能力太强了 张伟丽有点踢不动她 不愧是赛前超重的重量级选手 对方的前腿那次要多提 对 对方的拳发力也很整 对 要不说这两个女子选手 打出了男子比赛那种味道 对 拿好防御啊 防御一定要拿好 出腿的时候啊 手要抬高 因为很可能对手会 我硬吃你一脚 然后还你一拳 对 就打你这个迎击 对 你看你看对方 哦你看 我注意 反正就这意识啊 张伟丽多次使用下扫想破坏桑托斯的下盘 但被桑托斯找到的机会直接抓住了张伟丽的大头 直接将他掀翻在地 小心啊 很实 这手臂实在是太长了 对 张伟丽在判断的时候就会有问题 对方的头啊 被自己的肩防得不错 对 张伟丽不是 张伟丽站架还是不太一样 偏正面一点 对 哎呦 这个拳吃得很硬啊 双方都在虚晃对手 都在骗对手进行出招 但两边都不想给对手这个机会 此时比赛陷入僵持状态 双方打得难解难分 不分胜负 突然桑托斯以迅为不及掩耳之势给了张伟丽一记重拳 打得张伟丽鲜血直流 第二个回合正式开始了 张伟丽这回憋足了起 对着桑托斯紧追不舍 上来就是一顿狂轰滥炸 无速战速决的话 张伟丽迟早要被鼻子的伤脱累 体力甚至会削减一大部分 张伟丽孤注一掷 不管不顾直接进行白刃战 因为再不打被击败的只会是自己 张伟丽火力全开 使用连续的组合拳打的桑托斯眼冒惊心 节节败退 但桑托斯缓过神爱 直接将张伟丽拉入到地面作战 并对张伟丽使出裸脚 这招让张伟丽十分难受 桑托斯想要直接劝详张伟丽 但张伟丽在这样的紧要关头 思考出一条逆天翻盘大计 都盘得很紧 对 注意啊 好 地面砸几 小心桑托斯也要走啊 看看能不能压进去 可以甩开 他直接将计救计 在正脱开桑托斯之后 反手将桑托斯压在了地上 随后牢牢占据着上风地位 紧接着就是一眼红眼 以牙红眼 张伟丽直接开始 他们强爆发的温数 直接用手机装砸桑托斯38下 比赛直接变成一边的局面 桑托斯直接能领事性 直接不想事 裁判看不下去的 直接拦住了张伟丽 这是一场 张伟丽他成功做到了 赛后桑托斯的眼球下方红肿不堪 但桑托斯丝毫不服气 扬言张伟丽这次只是运气好 表示下次不会再输了 这期视频就到这里 让我们下期视频再见